中医为何难以传承下去 中医之所以难以传承下去 其内部信仰乃至疑虑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通过积极学习和研究 挖掘和发扬中医的潜力 我们可以考虑到去美国学习针灸 去日本学习中药 去韩国学习中医 以全方位地提高我们的中医技能 并推动中医传承 在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自己 在国内压制中医发展的不良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中医的发展带有 很强的势头特别是在美国 虽然美国以西医为主导 但是中医事业发展非常迅速 到2020年已经有超过8万名 注册的中医师和针灸师 在美国医疗市场中 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 同时美国71%的医院 还提供针灸服务 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中药 发展却被邻国日本抢先了 日本不仅抢住中药专利 现在的中药专利数 占据全世界专利总数70%以上 而国内的中药专利数 则不足0.3% 另外日本的汉方药占据了 全世界大多数中肠药市场 而我们的邻国韩国 也在积极发展中医事业 并准备将中医改编为韩医 并申请世界遗产 在2010年左右 中医师在韩国也很受欢迎 他们的收入远高于西医师 每年也有上万名韩国留学生 来中国学习中医 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些国家正在大力发展中医事业 并高度重视中医的传承 而国内却限制中医言论和发展 甚至自我打压中医事业 如此现象不仅让人感到心酸和无奈 更让人担忧我们几千年的 中医传承是否会被别人夺走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引进并吸收 国际先进的中医技术和理念 以适应当今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不断推进中医事业的发展 让中国传统医学在世界舞台上光彩照人